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河合楼山究竟是谁人 在民间的船水中就是两个小丸洞 一个手企大火的好笑 一个手提到精美制压 是想在女卫中出现 所以民间就因为合合楼山是两个小丸洞 尤其是一堆一堆可爱的少女儿子 属不得 形容人其实是年纪最差很多的梦人极高 李宗盛伎人物 这是当代两位死生寒山亦失敌 两人露天的性格是上行业不离 花天蜡蜡蜡蜡交流 两个人上滴上色 小时朋友又小时北京 讨一句台湾外国 甘地是西港亚最贵 感情较到不得了 因此有人形容 有切感情滴滴滴滴 也会称这一堆 合成小时合合楼山一般 中心在民间故事台台传 欢迎收看方心本心日传说 寒山失敌的故事 当时我们说到合合楼山度的由来 也将寒山与实敌两个人 相当的因缘做一个交代 民间在传算 将寒山与实敌说做事 合合楼山的发生 随着来的故事的发展 就顺着民间的传算继续说下去 寒山与实敌 两个人在国城市剃度修改 开始接受合合的教育 有一次的说法是 因人为寒山并没有剃度修改 只有实敌一个人 接受剃度和实敌 也说这是空间山寺的用意 想要做实敌来读化寒山 但是他寒山与实敌 是可以看出 他是有接受剃度和修改 这两个人意识 并且他也拥有改叠 所以寒山与实敌 就发展到 他们在国城市接受 合法改造的过程 实敌剃度修改 我迫到像是一只压高 昨天更流流的金光头 在国城市来得出软重 性情相当不懂得到 空间山寺方明做实敌的清告书 所以是有接触 将实敌的性情交到稳定的状态 空间山寺不想要用共和方式 是要以顺顺身友的作法 来调佛实敌的实性 一开始 空间山寺行为 山寺立正来告到实敌 山寺对实敌随 山寺的工作看清楚 简单有故事 看是当中修正的基本范围 山寺随时劳动 但是由于他的动作担忆 将主力转租在东西 不及不及的将肚子 将肚子掃好清晰 实敌门山寺水 整肚子都会掃完之后 过不过多久 有的又落下来 根本就少不清晰 山寺笑笑地问十一岁 若你会知道 永远渣渣秩序 为什么要再吃牛仔 十一岁 抹肚腰当然要再吃 十一岁 你不能再吃 因为你已经吃过了 十一岁不知道山寺的意思 只是公公的料到自己的金光头 山寺改修学 吃饭这件事就好比山寺一样 抹肚腰就要吃 肚腰以前也是要烧 你如果烧过了肚腰 就无想要再烧 那就定于是吃过了饭了后 不用再吃 是同样的道理 实在听了山寺的比喻之后 尤其是听了山寺的意思 乔根拿去掃酒用心 在清掃头卡顶的路上 山寺和实际设计 山寺的组织 让封甘寺大大的惊讽 山寺对封甘寺表示 他过期不可以设计 不可以服务 但是有关入学 老中的学术 他研究很沉 方甘寺因为 入家的思想 在理论基礎上 和何柳市相通 但是 如果要奉上发展以后 何柳市比较更贯一层 方甘寺表示 当时 他不是看不起入家思想的意思 因为入家的思想 是在人家 雍生的基礎上 探討 共町的爱 是有差别的 虽然最终的理想是 减生田 但是毕竟 要有一些 不完美的地方 甚至因为 既然要减生田 就不可以有分别心 中生改变典 不论是 云的人爱度化 聪明的人 竟敢爱度化 何柳山林 亚处身外寒山 总是由于 魂山无所情 只求主旗 同后一身 每一座山都有 他的敌食 有他独一母 你的山姓 荒芒 以及生物的 道友识 就像是 每一个人 在高兴 不可能有 第二的自己 寒山不成一 魂灵魂 志甘的胜处 何柳 有鬼的神, 何柳时 宇因 去 cess魂 創意地 的生乎天帝 因此 跟三宁 山林 生 就是在 嚴重劳主 母依 在今 生外 人的隔壇 奉甘三叔斷領寒山來到 奧青石後面的一塊農產城 拿了一支支頭 帶給了寒山 寒山不再再問三叔 這支頭要做什麼 三叔回答說 我們現在要來商討 待會就要來報仇 寒山問說 出家人接受信仰共養就好 為何要辛苦經常呢? 三叔繡繡繡繡繡 竟然不只是休息 也是在休息、休息 出家人 若是只接受共養 那是收穫 你沒有休息了 萬元 活佈用完了 共養也就要消失 出家人將事攏續 除了自己使用志願 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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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山 寒山 聽了一聲 用無緣 來教他 反駁 寒山 人生只要是無緣 酒量無緣 每一個人都做到獨生基辛 這不就是 減山天下療嗎? 風乾三叔笑笑笑 這是理想 說這療就變成了空淡 人的用夢是醫生期待 抹到療就要吃飯 辛苦累了就要休息 如果真正是要做到你所謂的無緣 那人類就丹到被他賣掉 人是根基的動物 是透過療 補助志願第一行進 如果大家都不屬生散 做完中午一日會消失的事 寒山聽了三四月開市之下 真協任勉迫 無緣的真正含意不是無緣 是無緣持著有無緣的行為 寒山實調到風乾三叔 他們是古城市的三步 也是豐陽天台中環門重要的生理 寒山已實調兩位三叔的願意 苗裡如主 每一天都是像我省外的地位 特貴古書的選手 讓我們輕鬆學習 兩位三叔的人生跳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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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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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如何偶出这两者旨感的差变呢? 寒山回答说, 先前地主只是看到生死旨感所提现出来的件事, 这是接着以外上的时刻, 地主听到师父的电话之后, 开始临近去时刻, 应该脱去生死的外上, 要为精神的证明去探讨。 由生必有数, 两者好为数万, 带回出, 生不足以为六, 世不足以为孤。 生意数本来就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两者都是相当的完美。 寒山的五生已经通过的寒干山寺的严重、 认可, 实际也不会比寒山更差, 寒干山寺法人实际有过瘾的小孩, 但是, 也不会当中忍耐的灵力, 专发生意, 鼓励自己的动力。 所以, 封甘山寺, 决定要以六都普罗密, 来告读实际。 六都普罗密, 就是保持, 市街, 忍耀, 三定, 精神, 和庭匪。 三思因为, 只是单纯收持忍耀, 忍耀的工夫, 赞兰, 精神的勃法, 到最后, 一定无法继续忍耐下去。 要加上保持, 市街, 三定, 真正, 和庭匪。 这五方, 作为来修持, 这些人, 帖帖将营业的工夫, 专发生意, 鼓励自己的动力。 实际没勉弊, 收持营业, 为什么要鼓励, 这些多项的功课呢? 封甘山寺, 只要挡脑筋, 用困卡的方便法, 来告读它。 实际在国庆市, 接受台北医图办的工作为主。 除了图办工作以外, 封甘山寺, 封甘山寺, 封甘山寺的路逅。 封甘山寺的路逅是收过之后, 没多久, 这些路逅飘落落来。 每当实际, 没有用央所有的感受, 封甘山寺, 封甘山寺就来, 叫伴实际, 马上将封甘山的路逅收起。 一开始实际并没有不耐烦, 甚至在早起收过之后, 到了红军, 封甘山寺的路逅过来, 又清扫一遍。 但是, 日志一久, 封甘山寺的路逅就变成了鼻洞, 必须等到封甘寺教困的思考, 才会去三门口清扫。 有一回帮封甘寺教困封甘山寺 封甘山寺去三门口清扫入乡, 封甘回答说, 师父, 稍等一等, 我等一等就会去烧。 实际, 休息了一会儿, 封甘山寺的路逅到三门口, 准备要烧地。 但是, 找到半日, 我找不到烧酒。 实际开始风了, 既然找不到烧酒之后, 我们下游来, 用烧酒慢慢哭。 实际听到打班声, 是来用晚餐的时间够了。 家庭的工作要没做完时, 不能留去宰甘用船的。 等到实际中, 三门口的厨口都哭习惯闭, 年后有种烧酒清洗过后, 来到宰甘这看, 宰饭全部都收到坑坑, 连一个米饭和菜料都没出。 实际只好没留了抹肚, 到了夜晚实际, 摇到实在是冻不掉。 只好到当房找水喝, 认为只要抹肚, 喝八了水, 自然就没感觉抹肚腰。 不认为到担命了, 实际留着, 买到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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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留了一口底。 实际冠军险后这一切, 将留丹的宇宫抵到这边去清洗, 无法整个夜空都没睡, 直到早上三点半, 就要开始快乐祖宗的渣灾, 整个人几乎 疼到担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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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对11岁。 叔父知道你是最多会喝的孩子, 也知道叔父交代给你的习宇已经超出了复合, 但是看不破案, 这是非常好的台东, 也就表示你能喝太压力的苦涨, 10岁老师回答水, 其实我有点吃不消, 才会想要休息一下, 等会儿去掃地, 无论说, 掃酒税睡不到, 所以, 风甘想睡, 掃酒是我聚意闯起来, 李基连该做的事情都可以等一会, 那吃饭这件事, 当然也可以等一会, 结果, 到最后年饭都吃不到, 这一年船的营格顺环, 都在伊丽厕改了忍语的真实义, 实力不明明三十的用意, 三十只好, 进一步分析给实力了解, 三十岁, 既然你已经接受了舒服, 交给你的工作, 就要用地匪加义分工, 用保持的心情一平, 每一项工作, 你不但不敢在跳, 一项工作, 也可以尽快做一项工作完整, 如果在踏板机前完整工作, 就不会缺繁了, 一直不做, 一直不信的概论, 那是坚持正经去做每一项接受, 我相信, 你会有很多空虚的时间, 可以用来享受的, 实力领悟之后, 就有感逆发的寻了一休息, 不管他人完, 为了五好手, 死去净阳王, 背后插手, 这意思是说, 只要他欢喜心感恩去掃地, 就算掃到死的那一日, 到阳路电报道, 心想明年担到掃手。 实力听完三思的解释, 徹底明白, 在收视经济的档下, 必须要有一个保持的心, 做每一件事, 都要以欢喜的保持心去完成, 不断工作做起来, 心情会真心想以化, 效率耐得不快。 三思不用的实力, 虽然我们不用有无常的科研, 一旦生丹这件事, 就要转换自己的心念, 无常来的是, 用地匪去解决, 内心奉轮是做不好的事情。 经过奉冠三思的丹花, 实力不但很耐力, 又竟然知道, 要将做烈, 转发成做烈, 实力的五成, 让它的分落作用, 进步快速。 今天的故事,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请继续收看, 寒山实力的故事, 我们会再见。 看金华天壮点, 一起来聊寒山实德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飞城。 石德剃毒后, 就像一只野猴子, 顶着它那颗光溜溜的大光头, 在国庆寺里面乱跑乱跳, 湖泡的不得了。 风干禅师知道, 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决定要好好调教石德, 让他的性情可以得到稳定的状况。 禅师晓得, 强压的方式对石德无效, 必须要寻寻善用才行, 那要怎么做才好呢? 想来想去。 风干禅师觉得, 不如先从扫地, 遮扫最基本的日常工作开始。 所以, 禅师告诉石德, 你不要小看扫地, 认为这个是过于单调, 又枯燥的工作。 你要知道, 动作越是单一, 越需要你把专注力放在当下, 才能不急不徐的把地板扫干净。 寒山跟着风干禅师, 来到国庆寺后方的农天上。 然后, 禅师拿了一把锄头, 交给寒山, 要求他和自己一样, 动手来松土, 待会才好播种。 寒山却是一点的不情愿, 认为出家人都有信众在供养, 我们欢喜接送就好啦, 为什么还要辛苦耕作呢? 风干禅师面弄微笑, 耐心地教寒山。 夏天耕种不只在修心, 也在修缠修慧。 辛苦工作得来的农作物, 除了自己食用之外, 多余的还可以拿来布施。 这样正所谓, 不会双胸。 风干禅师接下来又解释, 人的欲望是与生俱来了, 肚子饿了就要吃东西, 这一点你和我都一样。 因此,如果什么都不做, 都不去脑洞生产, 想说,反正肚子饿了, 就去摘野果就好啦。 这样野果总有一天会被吃光, 你我都会饿死。 所以, 无为的真正含义不是无作为, 应该是不去造作欲望的行为。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三分钟只要寒山时得,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 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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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再见。